謝謝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的晚會 今天是由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主辦的一個晚會 歡迎呂慶隆大使來北美行為演講 我們現在先從我們的陳慶恩會長 我再替臺美商會會長來報我們講幾句話 謝謝 呂大使 新聞處的朱大使 副處長 副處長 我們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邱會長邱醫師 北美洲護理協會林會長 我們亞美基金會執行長 也是我們商會的副會長 還有各位 今天在這邊的每一位來賓 我代表台美商會 歡迎 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呢 一開始是我們北美洲台灣會館總會 他有一個WHO這個委員會呢 他推動他邀請我們呂大使 十天 從這個前天開始 在這個全美國 有六個都市 做一連串的行為演講 我知道呂大使在台灣也非常的忙 他為了這件事情 spare out兩個禮拜 特地藍這樣 他就回台灣去了 封城虎虎 為國為民 值得令我們感佩 謝謝 台灣禁WHO這個議題呢 實質上我們都知道 實質上關乎著台灣所有 這個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 還有實質上包括所有現在享用 台灣健保的所有海外的僑胞 健康還有疾病疫情 所以這個是一個人權生存的基本的一個 的議題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在今天晚上的這個演講裡面 充分的來瞭解 這個對我們之間的關係 那今天大家很不容易在禮拜二的晚上 來到這個地方 那我相信呂大使的演講 可以讓各位在今天晚上得到一個 非常的豐富 然後呢 非常的感動 永生來晚的一個禮拜二的晚上 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你 那我請祝歐三地 台北經濟文化處 萬事處 朱文翔大使幫務長的一句話 謝謝 謝謝 各位富老兄弟姐妹 大家好 我這個同四方我準備了好多的 這個有關於 呂大使的這個他的背景資料 我想就不浪費大家的時間 這個我本來想為他歌功頌德一番 其實是不用的 呂大使本身就是外交部的一個非常典範的 非常非傳統的外交官 那我想呢 我們寧可多一點時間來替他詮釋這個台灣的外交 還有這個我們在這個世界衛生組織上面 該怎麼走一條路 但是我想能不能請呂大使的上來一下 我們本來說有一個送禮的儀式 我想這個東西幫您啊 幫我們拿著 我真的很希望我們來幫個忙 呂大使 我跟你說明 這個東西是我在 在擔任住基里巴士大使的時候 設計發明出來的 那這個東西呢 原來是防止這個家庭暴力犯罪 因為很多落後國家 女孩子常常被欺負 我在那個國家呢 太太常常被打死呢 旁邊的鄰居不能來勸嫁 因為如果來勸嫁那個男的會被認為說 他跟他太太有愛沒關係 所以很多國家越落後就表示說 對女性不尊重 那一個國家我也在瑞典待過 瑞典是女生當家的國家 所以他進步程度超過美國 所以就是女生力量如何發揮呢 是我在基里巴士一直在想的事情 那所以剛開始這個 原來那個地方沒有水沒有電 剛開始原創只是說 當女孩子被打的時候呢 她沒辦法她只能求救 那求救的時候呢 我原來設計只是這樣而已 SOS 然後這個晚上聲音一響呢 就幾百個男生鄰居 就過來保護這個太太 所以從此就避免了這個傷害 那後來那地方因為太平熊落後沒有餘了 我們把它加了這個太陽燈 然後又加了這個收音機 這個本身也是個收音機 這個本身也是個收音機 很好 現在就是充電的太陽能電 那特色是怎麼樣呢 這個設計之後 這個我很安慰 我們讓一家公司 從股票從十塊錢跳到七十塊 這個就很棒了 另外一個更感動的呢 是這個公司的董事長告訴我去年 教宗的桌上也有好幾台啊 教宗 這個教廷的這個 Francois 原來怎麼樣呢 他也知道這個東西 他也感動了 他們交亭也採購了好幾萬套 送到那一個 目前的這個像那個 敘利亞交戰區的難民營 因為他可以做一個政策宣導新聞傳播 還可以救命 我今天很感動 能夠因為我們這次從台灣剛來的 我們當成一個 一個Priceless的非賣品的一個禮物 Wonderful Taiwan 我們希望這個呂大使 戴著這個 永遠記得洛杉磯 我們僑胞的熱情 我們辦事室同仁的用心 好不好 謝謝您 謝謝祝大使 那我們下次請 祝洛杉磯台北進行惡化處 接僑務委員 美國地區業務協調 洛杉磯文教服務中心 王主長你好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謝謝晚安 呂大使 朱大使還有我們陳會長 還有我們在座所有的接班單位 還有幾位的朝階領袖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簡短的補充一下 呂大使 以前在我們行政院新聞局做過事 也當過行政院 這個外交部新聞司施展 後面的經理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浪費大家時間 那他為什麼是一個非典型的外交官呢 重要一點是說 他的新聞素養 非常的好 所以他是一個很敢講話 而且不會講錯話的外交官 而且講的話非常有趣 我簡短的講就是說 我們常常講說我們外交有兩個領域 一個是傳統外交 一個是公眾外交 那他可以是說我認識的外交前輩裡面 在這兩個領域裡面非常非常棒 而且有很多的實戰經驗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都非常期待 他給我們帶來很多他經歷過的故事 那我曾經在2012年的時候 我當時在新聞局的副局長的時候 曾經跟一些高階的文官到我們法國去做演習 那我們參加了一個法國文官協會的一些課程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說 我們呂大使 因為我們還早到那個教室 然後上課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還認真 我覺得今天呂大使可以在這種各個場合 能夠變才無礙 而且能夠把台灣的形象這樣成功的推銷出去 為台灣發聲 跟他本身的這個學養 跟他的這個家世 跟他的很多觀眾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是說 他永遠是這麼一個 充滿了求知的精神 我非常敬佩他 所以我講說 他也是我們新聞界外交界的典範 我就不讓大家時間 我們來期待我們大使的演講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我們呂大使的旅途順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現在我想請我們北美洲台灣人 協會總會長邱俊傑醫生 李大使 朱大使 還有王主任 還有會長 都會的會長 而且各位重要的人物 大家好 我是 南麻總會的會長 回去可以試 我想今天 是主要是那個 台銘商會 他們主辦的 他們說實在的 將一號召下 就有這麼多人來參加 我是非常的感動 表示大家對台灣 這個世衛組織的關心 去年我們率款了 46位去年年 雖然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 但是 我們的地位 並沒有被提升 今年 我們要將再次的闖關 我們要帶領44位 到日內瓦做實質上的行動 所以說我想今天再配合 呂大使的演講 我想一定會很精彩 祝呂大使的演講 進批的演講成功 而且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聽了他的演講 都有所感動 謝謝大家 謝謝朱醫師